Ultra怪獸 Battle Breeders Let's Unbox! 我是刀鋒 還有POWER 今天跟大家又玩新遊戲 不過嚴格來說也不是新遊戲 對於iPhone來說也有新遊戲 因為Android其實早一個月 12月中已經推出了 不知為何iOS要遲城過月到一月才有玩 真的完全不明白 今天跟大家介紹這隻 全新的超人遊戲 Rutora Kaiju Battle Breeders 簡單來說 不如叫怪獸大戰 大家比較容易記住 這個遊戲的獨特之處就是 沒有超人出現 全部都是用他們的怪獸來打的 這個遊戲採用了一個類似機閒大戰的 戰棋的回合制模式 好了 都經過一兩天的努力 暫時 怪獸都提升到一定的程度 我跟大家去打一些降臨的任務 什麼任務呢 轉頭跟大家介紹 入遊戲之前 其實我想跟大家 就介紹一下這個系統很特別的 以Bandai Lamcon來說 這次的遊戲 我覺得這個系統很新穎 是 大家可以看到 橙色這裏就叫Market Door 就是什麼來呢 按進去看一看 慣了 就是抽蛋那些吧 這次呢 其實它 角色方面 就一個大的突破 他就不是用那些叫課金抽蛋 他用一個類似大家 上去日雅必夜的東西 就要落價 課金拍賣 沒錯 那些拍賣當然就是大家的石 好像阿Dow現在就有1300幾顆石 那怎樣去競投呢 那跟大家進去這個限定Market Door 看看吧 好 那限定Market Door 全部都是一些人器怪獸 那 對 香港人最喜歡都是巴魯彈星人 和阿Boy 還要做個例子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呢 螢光幕呢 旁邊有個灰色的牙牌位表 是 那這個就是用家的 現在的落必的情況 那就是落了去5900幾石的人 對 如果你要買到這隻怪呢 你必須出多過5999顆石 你看到有個時間的 阿Dow之間 還有兩個半小時的 那只是如果你的最高價的朋友 在兩個小時之內 沒有人高過你 你就可以搞定 但是 其實呢 我見他做的積決價是6000 其實跟現在落必的人 5999 這個問題問得好 其實呢 這隻巴魯彈星人 其實就不太適合做這個 講解的 好 先出去 簡單一點 我試一下 這隻恐龍戰車 很多日本人都很喜歡 看到旁邊呢 它就有3421石 其實你出多過3400 你就可以買得到 那你要等時間過 但是如果你覺得 我等不到 我很喜歡 恐龍戰車 要立即湧入 你就可以 給6000顆石 就即決了 那你就立即買到 不用等時間了 其實跟大家上網 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 所以這個系統我覺得 是幾有趣的 可以跟大家 又可以爭 其實那些東西爭下才輕香的 那是挺過癮的 但是有些人 是本來要抬高惡價的 這個世界上都有些人 那都沒有所謂 因為如果你真的很喜歡 那些怪 那好像阿刀那樣 都用了6000石 去買了那隻積盾回來 是 那其實 其實都 開頭呢 都需要一些強勁的怪 做隊長 因為他們是隊長技 那所謂買積盾 炸一炸袋 那你 開始打的時候 整件事就會順暢很多 可不可以問一下 現在這個遊戲 暫時有幾多 即是 什麼作品的怪獸出現呢 先給大家看一看 我們這個 怪獸這頁 它是圖鑑的 哦 有沒有看到 首先是原祖的 那些 烏魯托拉Q 即是黑白片那段時期 對 然後我下面看到 迪加蒂拿街亞 甚至會 迪加VS蒂拿的劇場版也有 迪加蒂拿街亞也有 它連Cosmos的劇場版也有 大怪獸巴陀魯也有 其實某個部份都很新 也有 Ru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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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厲害 因為其實我都很擔心 它會主打一些超和舊怪的位置 現在可以放心 哇 新的有 舊的有 所以大家還會陸續更新 當然 課金量充足 有錢賺的 Bandai 實在不會放過大家 主題 DNA 素材 Event 素材 大家當然知道就是強化的 素材和錢 DNA 是想講講的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我現在手上現時有的DNA DNA是什麼呢 就是等於大陸遊戲的碎片 哦 譬如積盾現在有18粒 然後你儲夠100粒 你就可以生出積盾 現在我本身有一隻積盾 如果你想進化 由三星變四星 你必須要吃一隻自己 再加藥干的強化道具 你就可以進化 所以大家 就算看到自己喜歡的怪獸 可能兩星或一星都不用擔心 可以後期再幫他升上去 大家可以看到 挑戰每日可以打四次 不用扣氣力 那DNA就全都打了 哈哈哈哈 狂谷積盾 暫時DNA的隊長就是這樣 看到積盾到隊長上面有一個 Leader skill 就是必殺技攻擊中 up 不過要近身的攻擊 射程武器是不算的 好 進去吧 戰鬥開始 Main Quest 決戰 怪獸對怪獸 哇 三隻Twin Tail 我挺喜歡他的入場 是真的有以前吉田的 超和味道 對 超和味道 好 進去 好 進去 作戰face 這個其實是給你排位的用途 如果沒有特別需要排前排後的話 直接作戰face 終了就可以開始了 好 結束開始 好 其實這個遊戲 就有幾個角度 給大家看看 這個呢 斜角 這個我覺得是最舒服的 因為如果你操縱起來 很舒服 一般戰棋遊戲 對 這個就向上望 機下人大戰 很清晰 但畫面就不算太美觀 我最喜歡就是這個 好像自身起了城市一樣 很有想法 很有想法 由於打這些 渣怪 就不需要刀親自出手 可以自動 因為這個模式 你用手動 就很阻礙到指揮 但如果自動自動 可以看漂亮的畫面 當你有空的時候 可以掛機 其實現在呢 除了你聽到怪獸的叫聲 以及打的動作之外 背景音樂都很合適 現在主要是用吉田的配合 即是超人的配合 但當你有特殊關卡 就會有一些特別的主題曲 即是如果一打ROSO的 那個降臨任務 就在Midu就出為聽 對 待會你就會知道 Akira Midnight 好 看見藍色就是移動 紅色就是攻擊版 但是呢 這遊戲跟機戰有些分別 其實他選擇的招式 就沒有了 哦 你只選攻擊 攻擊和必殺技 即是普通攻擊和必殺技 兩樣選擇 你就沒有了 而且現在就是 我看到他就是 cancel代機 現在是打不到 是啊 因為他要軟攻 我退回去就能打到 是 因為他是撲過去 是一個軟程的攻擊 很重的打贏 OK 好 打完了之後 之後呢 又有些技能來的 對呀 一些怪技的Taxe來的 因為呢 擋也是古頓的Taxe來的 他有一個擋的機率 對呀 不過他都不得輸呀 即是不出分招 個人的 對呀 這個是Taxe來的 其實這個遊戲就不同 機戰 機戰呢 就是同一回合 你打他一脫打你一脫 對呀 那這個遊戲是不行的 是一個回合的 一個回合你打 另一個回合到他去打 但是呢 有些人 有些角色的Taxe 可以有一個反擊的機率 對呀 好啦 好 用到必殺技了 現在笑到火球 直接擋 哇 擋呀 他不停擋呀 他 為什麼機率這麼高 我自己用的時候 十招沒有一招擋到 過完關 大家看到有些 物件拿 經驗值 還有一些怪 都會加經驗值 嗯 這個物件呢 有一個Local 其實就是 加必殺技用 是 還有一些 DNA 那些技能就是 幫你加一隻怪的level 嘩 現在呢 進行著 Rutalaman Rosso的降臨 就有十一天 大家可以進去 爭取時間 打打打打 打他有什麼好處呢 打打 紅年的炎 就是 用這個徽章 是 這個徽章 如果你集齊 一百個 你就可以拿到 這招Rosso的必殺技 一百個 一場 一場 如果你有好運 也有三個 嘩 都經過兩天的努力爆竿之後 就拿到七十幾個 瘋了 這樣拆法更慘 比拆PAD 更慘 但你不拿 你又過了期就沒有 但拿完回來有什麼用呢 就安裝你的隊伍 你的隊伍可以叫到Rosso出來 幫你出一招偉天滅地的必殺技 外援 但明明是超人打怪獸 但現在變成超人幫怪獸 隨便吧 大家都是家人 都是圓谷 沒所謂 和大家進去看看 挑戰 這幾天都暫時 日操夜操 我就可以應付到Normal 推薦的隊伍戰鬥力也要9200 看到了 對手的屬性是力 剛剛大家都說 屬性雙刻非常重要 所以我會選擇 藍色技屬性 正如我所說 因為我一堆人都是格鬥怪 所以我都建議用一隻 外圍射程的巴魯彈星人 暫時是這樣 因為我現在有個怪就不夠 如果我夠的話 我一定會操一隊全速的攻擊 現在就暫時這樣 巴魯坦和出迴避方面 性能比其他怪好 不要緊的 我那些迴避低的可以做肉盾 因為他的高防 現在看到Rosso 如果大家沒什麼特別的話 可以立刻開波 不用慢慢去考慮攻擊範圍 OK來了 主力谷很開心很熱血 對 第一回合因為攻擊範圍很難 對 第二回合 撞過去 Twintail就要鞭他 速速性 外圍 軟弓 軟弓 就不好處是 攻擊力很低 對 成千血才扣100 這隻因為技術性是被黑著的 所以鞭下去 不會被賣 對 就算鞭下去也沒用 都是扣來的 嘩 即頓 因為速速性欠他 一百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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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鞭下去 但是他 那些星的 那些 那些 那些計量呢 很快 那巴奧彈就在外圍兩格四 如果那隻都是近攻的話 就會被職盾擋了位置 又打不下 所以 那個 軟弓和近攻的牌位 大家都要好注意 不要全隊都同一隻 嘩 他專心去打一隻 職盾就走 那一格打 因為他這招是軟弓的 他一定要計算那個格數 是 他近的又不是他的射程範圍 我又打職盾 不要聰明 他 因為知道你職盾是最黑的 是 嘩 滾 滾 我只有四隻 嘩 我就有四隻 他還有三百多圈 應該贏 我把奧彈出招 出招超必應該可以掛柴 是 是 好 我們先去小B 我們先去小B 那小B也扣剩他百多 好 來吧必殺技 啊 騙你這個頭 嘩 好好味 炸一下海底口 這個 OK 剩下一點點了 應該在白露彈可以買回到 猜不可以 他就算是必殺技 因為他太黑了 可以打打打打打 420人 我實在好笑 咬痕 不過就說做肉盾 OK 你變成不去弄我的主力攻擊手 好 回到達 B殺技 分身踢色凍結光線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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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4星 升了1個進化了 那就會更厲害了 對呀 本來已經是很高防了 屬性雙黑 所以屬性很厲害 那些金箱他還要 金箱他還要 金箱是什麼呢 好快你要知道 嘩 即是不夠打飛走了 對呀 因為他不讓你打4招1 他不讓你改死了歷史 但明明招人輸了 應該是會消失的 不是飛走了 立即逃走 回去斑馬 叫小弟弟來幫忙 好 那星呢火力棒 那金箱是什麼呢 是 用來關啊 有兩個 兩個 有兩個 DNA 嘩 雖然說打5下場才有 是啊 大家要努力了 那頭那個 紅色圈那個 是 用來加你這些特殊必殺技 又跟剛才那個 必殺技又不同 頂的必殺技那隻 跟這隻又不同 這隻就用來加這些 外援必殺技 所以大家要努力了 你拿到這些技之餘 都要拿到這些才可以升到必殺技 那大家就有11天時間 大家可以慢慢磨 是 OK 暫時玩到這裏先 看看大家有沒有興趣 現在就在打囉嗦 看看之後會不會有些 好特別的角色會再有些特別的降臨任務 和大家玩一下 還有呢 都想看看大家那個 意見如何 不過呢 其實呢 iOS就出了三天 都是玩了三天 很多東西都還在摸索階段 可能有些朋友用Android 玩了整個月啦 你那些差勁 如果大家覺得有些什麼 可以指點一下都不妨留言 研究一下打法如何 再不就 都可以 因為大家都有玩的話 都可以留言 當時說下 ad friend 我真的最期待 怎樣去補回吉田任務給我們 他應該有時候再開發 因為Android做了那個月 他們那個吉田任務已經打完 iOS現在才出 看看怎樣補回給我們iPhone用戶 可能看伏克那時候 iOS那邊有沒有送多些東西都有 有得 其實現在已經很多東西送的 現在大家一登入iOS版 其實因為 對於iPhone用戶自協 就有很多強化道具 還有有隻 Caramon 那隻食錢怪 都送給大家 有很多強化道具 鑽石那些 所以大家有興趣都可以試一試玩一下 對 去日本App Store就下載到 沒錯 喜歡今集內容 希望大家給個讚 給個分享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